我們到最後一套 梁森說了他今季想看的那一套 我想說這套 這套我推薦一下 這套的故事是不錯的 但還未到很突出 反而賣點應該是崩的作畫 這套就是這套 路人超能一百 零能百分百 什麼路人一百 類似型話 溫老師的一拳超能以外 就是他自己畫過一套漫畫 一拳超能大家所知 後來他又幫他畫過新版本 這就跟溫老師從頭到尾 故事畫風自己畫完 所以他畫風比較隨意 不要那麼隨意 有沒有看雜誌訪問 動畫組為了要呈現溫的畫風 要故意畫到零零零一稱 好像他們說是更浪費功夫 對這個動畫組要重現回來 是一個比較辛苦的地方 反而因為線條的關係 所以他打得挺有魄力 我挺喜歡他來如他尾尾那一集的打鬥 也挺好看 他最後一集找回溫老師 我為分鏡這麼好看 就是溫老師幫手寫 不過我也正如一開始新版說過 如果零能百分百 和一拳超人都一樣相似 就是他的故事特質 都是告訴你 那個主角只需要一個特性 就可以貫穿整個故事 一拳超人就是他一拳 零能百分百 零能百分百就是 羅布他 其實就畜角百分百 就會爆發這件事 我也覺得是自從去三四集 真的說了第三集之後 說了有爆發這件事 其實故事是好看 因為他不停圍繞這件事 他怎樣控制他超能力 他怎樣去代人處置自己的宗世 怎樣去建立他自己 作為一個超能力的人 怎樣去生存 其實是入了氣獄 開始去回政態 我覺得是好看一些 有不同的 一拳超人是看到的 老師其實心理上 和肉體上 都100%滿了 但路人不同 他的存在力很強 但他的心理質素很低 見到很多情況 就是怎樣處理問題 生活 生靈上 少年會有一點煩惱 他也會煩惱 心愛情問題 他的身體不夠健碩 他會問他的導師 如何突出自己 對 他經常會問他師傅 他有很多不明白的問題 師傅會教他 你可能會覺得 小孩子不明白的問題 他很正常 到了後面 第一季的故事 到了《東京之報》 看到的 如果路人沒有師傅在旁邊 看著他 從小到大 學出人力會怎樣 就像花札一樣 這個世界出人力就搞定 用不著肉體報 就像整班廣播一樣 師傅是最厲害的 最為大家 馬上出人力的世界 傻子 為何到後面 有路人的標材 師傅看著他 超能力不可以打人 超能力要怎樣怎樣 對那群喜歡病的 港部 原來路人 很幸福 很典型的少年漫 就是成長 對比 正如 靈幻 新龍 師傅說 另一群有超能力 以為你成了《東京之報》 好像很厲害的人 但其實他心底裡 都是小孩子 那個比喻就是這樣 他以為 有超能力 我自己就是主角 我就是世界中心 但其實 這個故事就是告訴你 你這個世界不需要這樣運轉 你超能力 只有傷害的時候 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其實 如果要說那個意外地 我覺得是一個很典型的少年漫 少年漫 多數就是 力強者勝 雖然好像力強者勝 但最重要的是 你心靈上的質素是怎樣 他是打你的心 即是他打你的思維情緒 他超能力其實是負打的 反而我覺得有趣的是 《一拳超人》裡面說 類似兩邊都很像 《一拳超人》就是他一拳解決了所有東西 他這個爆發也是解決了所有東西 其實他是無敵的 但是《一拳超人》對他來說 我想也當成一個祝福 這個人可以成為英雄 但其實《魔捕》來說 這個某程度是一個詛咒 他不想是這樣的 他不想因為這樣就傷害了所有東西 其實反而是看到 同一個設定裡面是怎樣說兩個故事 我反而覺得 這個對比起《一拳超人家》 其實這個挺有趣的 師傅懂得控制力度 但他不懂 他平時會扭到尺巾 即是開頭會是法國尘事 後來可能是小孩幫他 但中間的過程他怎樣 他短時處生活他不懂 師傅就怎樣說 哭出氣 你平時不要出人力 可能平時他的打怪 是他發燒超人力 你經常用藥不行 那我給你打怪就幫忙 其實說到尾 最後整個故事 第一季最少是說的 就是力量怎樣運用 無論是《魔捕》也好 到《光輝》也好 《花澤》也一樣 其實你有超能力 是否代表你要這樣去用 你作為一個有責任的人 應該怎樣去做 他本來提出了責任 他說超能力怎樣自處 但他不是說責任 很簡單看到他 最後跟路人說 師傅跟他講 你不敢打或不想打 他可以走 不用打 他不是強調 你有什麼能力 你拯救世界 不需要 他不是說這件事 我想那個責任 不是像一拳超人那種 拯救世界 而是你不會傷害 人 其實一拳 他是興趣 是要做英雄 他不是拯救世界 整個世界是英雄的過程 意外 師傅說的是挺傳統的美德上的事 你有能力 不代表你有能力 能力越大 就不要傷害人 我未去到責任越大 他未去到 但是你不可以濫用的能力 其實都是一些很傳統的道德觀 不過都是那句 其實有個故事 其實都挺緊湊 尤其當我知道了角色特色 其實是越來越有趣 作畫有譜證 其實都挺好看的 光輝就是第一步 他是一個出人力者 他和Lobbo一樣 是出人力者 但我心送 他沒有師傅跟著 他就說 這個世界是出人力的 他見到Lobbo去做肉體運動 你瘋了 你出人力都厲害 你舉八斤 才叫做肉體運動 他恥笑他 但是後來 因為被人打輸了才發現 人來有人天有天 有很多東西 不是出人力 師傅問你 你出人力很厲害 可不可以考考分 不可以 不可以 在這個社會上 你作為一個人類 你活在這個社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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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活在社會上 生存法則 超能力可能不一定幫到你的 你認清的事實 你做了一個普通人的話 就像師傅說 超能力跟你 有人讀書好 能言善道一樣 都是一種能力 一種能力 不會代表你 有個超字 變成超型的人 其實不是這樣的事 你見到他就是小弟 小弟很厲害 他讀書好厲害 但小弟不通話 阿哥出人力我沒有 我很自卑 他整個發生了 兩兄弟的對比 然後對比師傅和 Lobbo說的 Lobbo和光輝王 互相比較之下 你見到幾道線不同 在這三批人 最後去到東英之部 收集在一起後 你會發現 故事來這麼溫 還有你一樣 除了用一個特色 去賦予一個角色的性格 以及說怎樣去打敗其他人 還有你一樣 很見到溫老師的特色的創作 就是所有人的角色都很誇張 有很多誇張的情節去搞笑 其實有一權超人到現在兩千萬一百的 這件事都有 所以我覺得 雖然那個角色的性格 這方面未必是完全一樣 但如果你喜歡看一權超人 我覺得都值得去看一下這套 讀畫 只要前提是你接受溫的畫風 即是你看一權超人是看溫版本 還是不要看整個 即是全天的美型畫風 還是溫的隨性版本 而有趣的是兩樣 其實作畫都是很高質素 不代表哪些好哪些不好 實際上是溫的畫風 如果放在畫板上 你覺得是動得很舒服 對 其實真的好看 打的動作 在作畫方面好看 不是說造型本身好看 做完只有一個冬菇頭 只是一個宿米王菇頭 我覺得這套是推薦的 那今季的 其實我新看第二季的 第二季會比較好看 希望也會拍到第二季 因為第一季集中在路人道 第二季會去到師傅 希望他會做動畫第二季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星期會再見 拜拜